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说学坏 那也是寄心跟着姑娘学坏的 哪那么多废话一堆啊 娘娘 言归正传 娘娘扶过解药后 身体如何 好多了 我现在神志比以前清醒多了 只是这毒针留在体内 恐怕会留有后患的 如何能去除毒针 这毒针细如发丝 我曾经想用内力把它逼出来 无奈都是无功而返 若是日后再压住经脉 恐怕还会再毒发呢 不如让我试试为娘娘逼出毒针 这怎么好意思呢 若是想到你为我虚核内力 我真是过于不去啊 娘娘言重了 娘娘失忆染的救命恩人 还没有好好地报答 况且你刚从鬼门关里出来 如果不及早治疗 恐怕会半途而废啊 娘娘 不如让季心也助你一把 我们两个人合力为之 说不定就能逼出毒针呢 好主意 娘娘不妨一试 别忘了 好主意 啊 对不起娘娘 我们两个实在内力不济 还是功败垂成 没关系 你们已经尽力了 看来只能另想办法了 娘娘放心 改名我去求教高手 一定帮你找出解决之法 臣妾参见皇上 你身子刚刚好 要多多休息才是 无必多礼 太医看了之后怎么说 解药是否有效 臣妾喝过解药以后 已经感觉好多了 神经气爽 那真的是太好了 朕命太医院 多开几副 调理身体的补药 爱妃 你要按时服用 身体才会好起来 谢皇上隆恩 朕文德尼体内 所埋的那些毒针 至今仍未能取出 臣妾已经向人打听过了 若是想要把毒针逼出 需要两名内力深厚的男子 可是还没有找到 合适的人选 内力深厚之男子 可宫中除了朕之外 还能有谁 能够担当此重任呢 朕文德尼体内 不敢辜负您的一片苦心 儒子可教 确实是个好徒弟 听说这次侯爷遇到刺客 不知是真是假 确有此事 但总算有惊无险 侯爷这次逝去高定 不知刺客是不是高定所使 依我看应该不是 但无所谓了 反正都已经过去了 你不必放在心上 皇上驾到 参见皇上 参见皇上 朕现有一事要你相助 皇上请教 朕知你内功深厚 朕想跟你合力 逼出岳飞体内的毒针 这不可以 义兄 你何处此言 用魅力为岳飞娘娘 破除毒针的话 一定会有肌肤接触 只属于理不合 其实张公公与和同龄 一样有很强的内力 为何不让他们帮忙 这点朕不是没有想过 奈何他们都是宦官 并非纯阳之身 现在救命要急 且把礼教成剑放于一边吧 侯爷 对 连皇上都不介意 您又何必介怀呢 依然说得对 人命关天 靖国侯可曾记得 本宫曾经也在战场上 中过利剑之双 靖国侯奋不顾身地 为本宫医治 为何今日 却又拘泥于这些礼书呢 参见皇后娘娘 岳妃娘娘的毒针一日不除 便一日有性命之忧 将信侯爷向来急功好义 绝不会让岳妃娘娘受苦 好吧 那我尽力而为 好 是否 好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娘娘 最后一根毒针已经逼出来了 多谢侯爷相助 月妃娘娘才能得以康复 当然也多亏你苦心相劝 我才能抛开顾忌 为月妃娘娘之声 依然见月妃娘娘受了这么多苦 换做他人也会帮忙的 对了 侯爷下个月要跟方大人去镇灾是吗 侯爷 你真的要和这个人在一起啊 依我看 上次在高定你遭人行刺 肯定是这人暗中摆布 倘若这次同行 可能就是重演 你真是悉性若臣 其实我也怀疑是方氏所为 但因为没有证据 所以根本无从追究 原来侯爷也是怀疑此人 并非玉染胡乱猜测 那么侯爷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 要提防此人啊 你放心吧 这次我和方氏 是分别押运良响 所以他根本没有机会加害你 那么玉染就放心了 请侯爷千万要小心呢 知道了 这次我押运良响 会有很长时间不会回来 今天我会多教你一些功夫 你要好好地练习 我回来之后 你要练给我看呢 徒儿谨遵师父教诲 好